你在这里干嘛 我都不是已经把工作给你找好了吗 你又跑到这里干嘛 啊 人人找不到联系联系不上 问你身边的人都说不知道 有什么事情直接可以讲 不要搞这种失踪好不好 穿你这些人就不见了 找也找不到 联系不上 你想干嘛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有什么事可以当面去啊 来来来 你给我放下来 来坐着 为什么我给你找的那个工作不去干了 为什么又跑到这里来 我不是不干了 也不是不联系你 只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喝自来水长大的男人 这是你不要喝奶茶的 本说我自己身上还有很多地方也无人无人的 我先自己先休息 休息一下 是不是那里面有人欺负你 或者对你怎么了 如果是的话你跟我说 我去找他们算账 没有 没有人 你现在都还不跟我说实话 那为什么我去你老家找你的时候 很多人都用那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是我自己男人的眼光看着我 你也知道 从我们两个人说过后 我们 虽然有很多人都在传我们两个的血液碎语 但是我不在意这些血液碎语 我只是害怕这些血液碎语会给你造成一些影响 所以我这段时间都在刻意地去回忆 你都不在意 你都不害怕 那我怕什么 你又听我的 明天继续到那边就上班 而且你看你现在 那么累 又真的那么少 但是 小虎哥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你给我找了最轻松 最简单的工作 但是我自己确实还有很多很多要学习的地方 我想先自己学习一下 琢磨琢磨一下再过去 这样子 你就不能那么麻烦你 我以为能向你 这个也是我自身有问题 我也是真的 忙得来真的是 脑袋里面一片江湖 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但是你一马归一马 你知道我都担心你吗 人人找不到 联系联系不上 我一直托朋友问你 一直在找你 都找不到你 你就听我的 不要害怕 不要去再严那些 我都不害怕 你害怕什么 难道别人给我丢一个石头过来 我要认回去吗 咱们不要这样想 懂了吗 别人给你丢个石头过来 咱们就放在脚下 当以后我们的垫脚石 懂了吧 知道了 小虎哥 你知道你不联系我 我找不到你 我心里面有多难受吗 对不起 小虎哥 我以后再也会这样子吧 你放心 那行 你现在也快要到下班时间了吧 然后我带你去接你和妹妹 然后把你送回去 然后我还要去医院一趟 你怎么了 没事 小毛病了 我下午还要去书院 啊 怎么回事啊 手术 不是 不是 你不要瞎想了 就是身体以前的老毛病了 没事 那你现在也快下班了 然后收拾一下东西 然后我把你和妹妹借回家 然后我去医院里面 那你先忙吧 嗯